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KK频道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在南雪莱 Beverry Hills 这间屋 202万业主都不卖 究竟有什么那么厉害呢? 一起来看看吧 收睇KK频道 等我Entertain你好不好? 屋里面装修的影片 是去年12月4日拍摄的 如果想看详细的内容 可以看看Agent的网页 这个就是平面图 其实这间屋有5间房 3个浴室 2个车位 地面面积 556.4m2 Fall Area 在Official的网页 是没有展示出来的 所以这间屋有多大 你需要自己亲身去 去现场拍摄 看看有多大 这里我拍所有的影片 是我自己拍摄的 你可以看到 装修已经 完团完造好了 看下去还挺漂亮的 在12月11号 业主 以202万澳币 拒绝卖出 2万澳币 20万澳币 1st 2nd 3rd final call Finished Done Oil Silent Parser property back to the owner private negotiations in excess 澳洲拍卖 如果到不了 业主的底价 其实是不会成交的 其实对我来说 感觉是 浪费大家的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如业主 说出自己的心意的价钱作底价 那就更加好了 根据过往的记录 你可以看到 在2010年的时候 业主就以 598千元的价钱 买了这一家屋 如果计算 他就 升值了237% 如果他过一天 肯买202万的话 升值了那么多 其实其中一个原因 他就拆过再建个新楼 我稍后也会详细交代 其实我也想等完 成交价 才再拍这一条片 因为不想有任何利益冲突 亦都不想 为agent买广告 但等了那么久 都卖不去 唯有出这一条片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区就是 Bathery Hills 中文可以说了个比划里山 他那个楼宇的 Selling price 中文数 就是126万1500元 平均楼宁 就是41年 其实这一家 卖得比较贵 可能是 House 和比较新 就和你分析一下 为什么他们 卖这个价钱 这么厉害 巴币一 可以看到雪梨塔 我记得12月4号 去看楼宫的时候 agent 特别跟我说 这里可以看到雪梨塔 这个地点 来雪梨塔 大概18-10公里左右 其实在楼宫里 看到也不是很大 十分之小 agent说 也可以在夜晚 如果 庆祝的日子 可以看到烟花 A长特别强调这一件事 我都告诉大家 先 其实雪梨有很多区域 都可以看到雪梨塔 不是说只是这一区 例如Bastin North 都可以看到雪梨塔 而且来城市 亦都近些 巴币二 十年新楼 其实这一家屋 在2010年 以59.8千元的价钱买入 看记录 当时是一间旧的屋 业主 应该在2010年 重新建 还有有漂亮的装修 它已经 变成了五间房 三间浴室 和两个车房 包括整个屋 装修了 你不用 扔任何的钱 去搞任何的装修 如果202万卖出的话 它就赚到237% 看上去它的升值潜力 都是十分之高 巴币三 这一间屋 在大型的公园 Ost Park 入口 如果你说 喜欢做运动 整个公园 都好像是你 这个公园 一望无际 我又觉得整个维园 这么大 之后做晨运 晚上谈心 自己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实在是挺捨异的 最重要就是要逼自己多些去做运动 人健康点 身心也会快乐点 说完它怎么这么厉害之后 其实我都要说一下 它住址的事项 首先你可以看到 这一家屋 轮近大路 其实你要留意 可能晚上 会听到一些车声 因为我晚上视察过都听到声 但是在屋里面 就不知道 也都留意 它在大路 其实可能 它的泊车位 竞争比较多 你看到这条路是比较窄 当两边泊车的时候 其实真的很逼 很容易跟人 搬车位 虽然它提供了两个车房 但如果当你有五间房的时候 其实可能你有三架车或者以上 可能你要 其中一架要泊街 有时要找位 就比较麻烦 第二个要注意事项 就是它在公园的出入口 首先你要留意 公园出入口 都可能有很多小朋友 你要知道 外国人就不像香港人 因为外国人比较喜欢 小朋友 合在一起 自己去玩 所以你每一次开车 都要额外小心 它在公园的出入口 你坐在老台的私隐路 也不是太高 如果你喜欢隐蔽 其实也不是太适合你 第三个留意事项 其实它卖这个价 是比较高的 在Beverry Hills 如果你这个价钱 其实可以选个第二区 如果你想交通方便 你可以选择Hertsville 那里是华人区 并且乘火车去城市 十分方便 反过来如果你喜欢宁静 又喜欢海 湖边 其实你也可以去Oakley 就在Beverry Hills旁 Oakley就比较 路会丰富一些 并且来大路更远 所以十分宁静 很选择 第四个注意的事项 就是 其实它的交通 不是很方便 我都明白的 如果你买这一家屋 当然 你有车的 但其实你也有小朋友 和老人家 他们都未必能够 去驾车 来到这里 最方便 就是只有巴士 当然 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你每一次都要查小朋友 老人家的时候 其实都不是很方便 再加上如果你年纪大之后 其实你不能够驾车的话 这样就可能要运在家 因为我都知道很多人 他们年纪大了 他们说要搬屋 因为 驾车 不方便 讲到这里 其实我在1月26号的时候 我写一个email 就问一下 究竟200万 卖家 可不可以 接受我的价钱 但告了今天 1月28号 他都还未有回复 200万你就可以拥有这一家屋 利益申报 我都不是地产经纪 如果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 向agent联络 但根据过往成交的记录 如果你要出到200万 在Beverry Hills 的话 你这个成交价 都是去年的十大以内 如果过200万 通常他的特征 就是他的land size 比较大 和 房子比较新 这家屋 是新的 但他的land size 不是特别很大 我刚才也说过 Beverry Hills 中价的成交价 大概 121万左右 200万 似乎看上去 真是比较贵 好了 我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的 就记得订阅 和按赞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